蛋液下锅大火爆香 休闲之后加入洋葱 芹菜 红萝卜 和特制中药粉增加香气 再把炸锅的螃蟹放入 利落来回翻炒 让蛋液牢牢吸附在肉质上 收汁后就能上桌 口感蛮滑顺的 今天吃这个还蛮鲜甜的 秋械时节即将来临 但要如何吃得好又吃得巧 走进腹肌鱼港 让达人教您悬泄 肚子按一下 按一下然后这个肚脊要硬硬的 手感不要薄薄的 有的会很像纸这样 这样就没有什么肉 再来就看关节 俗称的万里蟹包含花蟹 三点蟹和石巡 花蟹肉多饱满风鱼 石巡最小但摇杆扎实 主要来自于富贵角 外海的西北渔场 蟹捞产地又近 达人建议吃原味最到底 十两大的花蟹分解最后摆盘 不加任何调味料 直接200度蒸8分钟 肉甜高浓郁满嘴都是海味 清蒸的也不错 它就是最原始的那个甜味了 如果想要重口味 也可以尝试油炸过后 搭配蒜酥辣椒爆炒的 避风糖时巡 咸酥口感更能带出鲜甜 建议大家的话 像花蟹的话吃清蒸的 那生点蟹的话炒那个洋葱炒蛋 食巡的话因为它肉比较扎实 要清蒸也可以 那要做避风糖炒蟹也可以 时序入秋 不妨走访北海岸 擂长品蟹巡礼 东三层新闻林林张不祥新北报道